不舒服 欸好像真的有一個人臉欸 我的眼也被你感動 下過大雨的光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ShakeKan的遊戲 雞鱼姐 雞鱼姐 在哪裡 你為什麼沒有報 因為呢 雞鱼姐說懶得報 是她沒有報 大家請檢舉這個人 謝謝 不要超我梗 只會超梗的阿姨 好 每次開場呢 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看過什麼靈異節目嗎 電視上的 你說近期的嗎 NO 什麼啦 那個 Your Life 你人生有沒有看過啊 那個烙英文耶 我跟大家講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小時候最愛看就是 玫瑰桐林野 玫瑰桐林野 玫瑰桐林野是那種 那個有點像戲劇的 有看過玫瑰桐林野的下方打加一 不太可能喔 說不定有 威力 有 吳麥斯 大概我們這個年紀附近的會有啦 對 它這個是台灣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 算是講鬼故事 或是一些講一些靈異照片的節目 這樣子 主持人是誰 好像是 蹦恰恰跟一個女生我忘記了 所以你是有看過電視上 就是你搖晃器轉到過 對 以前就是那個節目在播的時候 全家就會坐在電視機前面 就是呢 以前那個節目要開始的時候啊 大家都會坐在電視機前面去看 它那個節目就是收視率非常的高 誰透露年齡的喔 嗚呼 你們知道嗎 大概跟那個 什麼玉火鳳凰同個年代嗎 OMG 我都還沒出生那時候 你出生了啦 還沒 我印象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個啦 可能也是那個玫瑰之夜 就是在節目上講 那個是有出外景的嗎 還是只是節目上講鬼故事的 玫瑰之夜是在棚內 那就是那個啦 那就是最有名的 你有看過嗎 對 後來可能就是看醫生那種的 OK 好 但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來看 三個台灣靈異節目呢 意外拍到的驚悚畫面 就是那種撞鬼的靈異畫面 然後這三個呢 我覺得都非常的詭異跟恐怖 但我也不確定真實性 所以大家可以起來看 或是你們曾經看過這個節目 你可以人告訴我們 因為倒是有一點年代的 好 我們來看吧 好 如果你們有一個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的影片 大家歡迎我們IG 一定要追蹤喔 接下來歡迎支持我們 我們想聽幾個毛很多 記得按這個影片 如果要講看我們拍怎麼樣的影片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 台灣靈異節目的靈異畫面吧 我們開始 拍個K 好 第一個畫面呢 這個節目呢叫做 第三類接觸 這個我有聽過 第三類 等一下 我是說我有聽過 對這個有印象 你聽過 我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它就是很 台灣靈異節目的那種方式 就可能出外景 然後到什麼鬼屋探險的那種 我想講一下 我記得有一陣子 台灣節目非常流行 拍這種靈異的東西 因為台灣觀眾愛看吧 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就越來越少了 就是有點像我們 現在我們拍這個頻道的概念 就是我們有點像是 以前的台灣靈異節目的感覺 好 第三類接觸呢 是2000年3月10日 八大綜合台的靈異節目 由侯昌明周知君 新會主持 OK 是大概23年前的靈異節目 待會兒這個畫面的標題是 主持人背後呢 出現詭異白影後不舒服 然後呢 這畫面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是什麼樣的畫面 好 那第一個來源呢 是我們是從KANDY這邊看到的 3 2 1 好 台灣節目喔 台灣的靈異節目 不舒服 不舒服嗎 後面嗎 它就閃過去對不對 很明顯耶 會不會就是它突然 身體不適的原因呢 喔 你根本不舒服的原因 什麼 我該把你吃嗎 該不會是鬼吧 是我覺得那個很像是 什麼東西閃過去耶 還是光的反射 我覺得不像光反射 是好像是一個霧嗎 還是什麼東西這樣 看看是3 2 1 這主持人 回來檢查毛片的時候發現 喔 閃很快耶 好像有女鬼吧 欸嚇 這可以想想 會不會就是她突然 是靈魂出竅 欸嚇 這蠻可怕的耶 而且是真實拍到耶 所以就是那種 他們可能當下錄影都沒發現 是回去看毛片的時候才發現的 這跟我們很像啊 有時候我們都是回去看毛片才會知道 喔 對 這個主持人他就是當下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結果 就是那個白的那個恐怖畫面 這個蠻可怕的 好 那你該幾分 這個恐怖指數 恐怖指數可能會給他8分耶 很高喔 因為那個氛圍吧 你看那個口白喔 還是那個配音員的聲音非常的熟悉 然後再配上那個很經典的配樂 然後再加上那個白衣 就覺得整個很恐怖 是覺得很台灣靈異節目的風格 好 這我可能給他8點5分 我覺得第一個就蠻可怕的 但也有很多人說不確定真實性 就是會不會是演的 還是誰的 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看起來 我覺得還蠻 蠻有那種 當下真實發生的那種恐怖的感覺 好 大家如何呢 可以有想法這個第三類接觸開到的靈異畫面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好 下一個是另外一個台灣的靈異節目 叫做神出鬼末 你有聽過嗎 你真的沒聽過耶 神出鬼末 我們先講標題好了 標題是 就是這個靈異節目錄到一半 居然出現女鬼的尖叫聲 Oh my God 那神出鬼末呢 喔 是更久以前的靈異節目喔 是1998年5月5日 在GTV27首播 然後第一代主持人呢是 張月麗 周明珍 然後第二代是 馬世麗跟侯昌明 欸 第一代主持人完全不知道是誰耶 他怎麼都有侯昌明啊 侯昌明是靈異節目的主持人耶 他是長青樹耶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他侯昌明紅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沒有忘記他耶 好厲害喔 好 大家還有一個畫面是 神出鬼末這個節目 意外錄到的畫面 然後 這個畫面待會蠻恐怖的就是 他其實沒有畫面 他是大家仔細聽聲音 有兩種聲音要去聽一下 好 那我們直接 聽影片 不聽 看影片然後聽聲音 3 2 1 有沒有聽到喔 看到有聲音對不對 有沒有聽到 他剛剛是聽到那個 翘螯蜻的聲音 對 ㄎ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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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 你聽到喔 有 可是因為他們在講話 他也是 有有有 一聲女子激烈的哀叫聲 斷對曲曲從地裡傳達而來的求救 敲擊聲 一國不知名的靈界摩托好奇蹟 我可以聽到的聲音 他求救 其實很明顯耶 對他們聽到 然後還有 咕咕咕的聲音 他們當下反應很real耶 就那種講話來不然然後就是那種 好像真的大家拍那種突破狀況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滿明顯的耶 要再聽一次嗎 我覺得比較 而且覺得聽起來有點毛耶 對 那個女鬼叫聲音有點可怕耶 但是 我剛剛聽了兩三次之後覺得 有點像音效包耶 好像音效包出現的聲音喔 就是那個平常在配的那個 對 很像我們用過的聲音耶 但是我們用的音效包就從這邊傳來 因為這是二三十年前的靈異節目 對 太恐怖了吧 對 這真的看得出來有年代的感覺的靈異節目 但是我覺得他們拍的那個感覺還滿好的 就滿真實的啊 對 就是那個靈異的氛圍都表現得很好 這個真的滿明顯的 好 那你給他多少分數 恐怖指數 我覺得會九分耶 而且我覺得最恐怖除了那個尖叫聲之外 因為他後面不是有那個敲的聲音嗎 感覺很像是什麼在敲鐵門 那種鑰匙之類的 好像說從什麼地底下傳來的聲音 可能要說放我出去那種感覺 對 或是想要引起他們的注意 對 這樣滿可怕的 OK 那這我可能給他8.5分 滿詭異 但是野耳流的時候不知道是C的還是真的啦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誰好的聲音 誰好的敲聲 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為了Sagan這樣 但是 不知道真實性 但我覺得滿可怕這個畫面 好 大家有一個可憐的想法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台灣靈異節目的恐怖畫面 然後窗戶呢 竟然拍到人頭 What Oh my God 然後剛剛的畫面跟這個畫面都一樣是KANGD 都是影片來源是KANGD 連結我們會放在下方 對 第三個畫面我覺得非常的明顯跟恐怖 這個有點太明顯 但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耶 好 我們看看看 大家仔細看窗戶的畫面喔 3 2 1 我看到了 Oh my God 我看到了 蛤 什麼東西 有東西嗎 有東西嗎 這個頭 喔 喔 有很大的人力 有看到嗎 這真的還假的 沒有喔 有煩耶 有看到嗎 有啦 再一次 再一次 3 2 1 大家做好心事準備喔 這件事很緊張耶 這他們自己是不是現場有看到耶 蛤 他剛剛後面說什麼 他怎麼要拍到啊 因為他的反應是已經看到 但是影片是 沒有 是人先看到啦 然後攝影師才拍過去這樣 再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 你有看到嗎 有啊 再一次 3 2 1 好像真的有個人臉耶 是不是一過去還是消失啦 對 還是燈燒過去的時候 Oh my God 很恐怖耶 好 我們看第三段影片了 大家看到畫面嗎 我們這邊給他撿褲衣服 因為太快了 3 2 1 真的 就是那個窗戶的 很明顯人臉 我們剛剛看了整個大震驚 這窗戶那邊啊 這個嗎 有 不要 不要 放大給我看 欸 真的 這是人臉嗎 可是臉 臉也太大了吧 是這個嗎 對啦 有啦 就嗚嗚那個臉 你叫我看 這不是嗎 不過我覺得不太像啊 是啦 就是那個啦 他現場攝影師還放大耶 白目耶 請兼許這個人 可是他有點像那個耶 走魂劇的那個小丑面具 就是一個臉在那邊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燈光的反射而已 好 這畫面真的有恐怖 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是到哪裡 感覺應該是個 可能出過事的地方 或是一個廢墟之類的 對 可能有命案啊 或是什麼的人過世過 然後可能那個人好奇 看他們拍節目 然後過來看也有可能 好 那這恐怖之分 你給他多少 我覺得這給他10分啊 這我也給他滿分 這真的畫面實在太震撼了 然後還有 因為你那個影片一開始 你就看到那個主持人 就是很驚慌失措的樣子 所以這個蠻可怕的 好 所以這個畫面 大概就有快樂的想法喔 你可以留下分數的人 指數五連起來 告訴我們 OK 好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三個 台灣電影節目撞鬼的驚悚畫面啊 那今天進來一個 最可怕 我自己覺得最可怕 可能是最後一個欸 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那個很明顯的臉 很大的臉 就是連攝影機拍過去 他都還在那邊 可是攝影機之後 放在是放在左上角欸 還是他以為是在左上角 其實是在右邊 有可能 但是你看那個畫面是很恐怖啊 就是一個廢墟的地方 這樣害我會想回去看那個 第三個接觸這個節目 還有那個 神出鬼末 這那時候應該是收視率都很高 我覺得 對 我現在想回頭看他們 那幾集的畫面這樣 欸 說不定有人是那時候的一些 忠實觀眾 我也覺得第三個畫面比較讓我 哇 真的是感覺好像拍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主持人跟攝影師 也是那種很驚慌失措的樣子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誰的還是演的 就不知道 大概可以留人的想法 OK 好 那今天看完這個影片 要再留人的想法 然後留人你覺得哪個影片最恐怖的 哪個最真實 或是你常看哪個台灣 台灣的靈異節目可以留言告訴我 OK 好 那幾個影片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影片 只要訂閱人員 訂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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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IG 一定要追蹤喔 然後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看貓貓貓貓很多 喜歡我們的周邊商品的話 可以到我們周邊平台去選購喔 然後記得想看什麼樣的題材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OK 下一集聊天 我希望你下影片見 拜拜 Let's go 記得留言喔 每一則留言我們都會看 拜拜 拜拜 喔 雖然你貓很多 我依然是愛著你沒有歡樂 哪怕我聽不懂 你獨特言語也被你感動 下過的 在這次判斷 走開了 在這次判斷 發瘋 我們要聽不懂 你也會跳進去 有些人 我真的聽不懂 這次判斷 發瘋 發瘋 發瘋